那結婚做的什麼一樣啊 現在還是這樣叫 欸 對 夏宇翹差點打槍勞工 舔韓勞工我的 那結婚做的什麼一樣啊 沒有啊 都一樣啊 身格人親夏宇翹在公司新戲時 最追蹤一出場就被搞掉求婚 對 現在是妳跟我都在節目上 蛤? 我要念課盤寫給你的信喔 親愛的文貴 今天是我們在一起的幾天的日子 我太想要知道你會答覆了 誰先回來 真的很無聊欸 你們就知道我不喜歡高調的 你有喜歡這種種類的方式嗎? 不喜歡啊 所以我在信裡面是真的生氣啊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很私密的 不只是公開是連 但家人也許還OK 但是連朋友我都會覺得 還是最重要的 他說要結婚 我就說 你不覺得我們現在這樣很好嗎? 那也是我曾經會說的話 包括跟我的現在的先生 我也曾經有這個疑問 對 但是我覺得重點是 南方的回應 他的答案我就不說了 因為我不覺得他想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他給了我很棒的勇氣 安全感 跟一種 一起面對未來的勇氣 但只有婚姻官類似啦 喬喬對感情選擇完全不同 對 我會比較跟文青不一樣 想知會偷吵這件事情 跟你客人會像嗎? 超不像的 我一開始不理解 所以我就會不喜歡神文青 我覺得 因為戲裡面其實大多數的人都做錯事 幾乎每個角色都有做錯事 但是 對我來講 文青的錯是讓我不喜歡的 你不夠勇敢去面對自己的感情 對 沒有想清楚 所以那時候我會拿著劇本 然後問導演說 文青這個女生好討厭喔 其他人的錯都可以 都可以 我可以接受耶 我的道德觀是不是很奇怪 可以 哎呀 我覺得這很難說對錯啦 但是我能夠理解他的寂寞跟可憐 那我就會覺得文青 在我的觀念裡會覺得 他沒有 什麼可憐之處 後來就覺得他其實很為難 很糾結 那當年後來其實怎麼會說服你 還是什麼就是你自己想 他其實沒有說服我啊 就只是 當然求婚之後嘛 我其實那時候沒有當下一個答案 因為我就是被嚇到 然後我沒想到會 啊 你要做這件事這樣 當下我就問他 我就說 你有沒有想清楚啊 什麼的 等一下說什麼 我是說 我說這個系的導演 喔這個系的導演 我說我的導演 不是 因為我都叫他導演 不好意思 默默的把我自己的詞釋講出來了 太容易分享了 所以你說叫你老公導演 你現在還是這樣叫導演 對 你又講了 是不是很有情趣 然後我就想說 導演我現在要做什麼動作之類的 然後只要跟外人聊 都是導演什麼動作 很容易講錯 對啊 你看我覺得我要改一下 因為我現在真的 人家一問我常常會 有人在講他 沒有希望你跟他老公之類的 當然在家有時候會啦 但是不是那麼長 因為我也不是那麼習慣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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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